大家好,我是鹰幕 欢迎收看冰死植物拯救方法大权的系列课程 那今天鹰幕要拯救的是一只啊 完全冰死的山树的小盆井 这很多话有家里有养的 但是养死了成这种枯黄 它就扔掉了 非常的可惜 那这堂课程 鹰幕教你如何把它拯救回来 我们来看吧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呢 眼前的这盆山树啊 基本上都已经快挂掉了 真的是马上挂掉的感觉 我们怎么把它救回来呢 主要是针对这一株 还有一点点生命力的这一株 我们怎么去救它 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要把它的整个苗 从所有的植株当中啊 起出来 这点非常的关键 我们轻轻的拍一下盆边 然后倒过来 再倒拍一下 轻轻的给它拎出来 拎出来之后呢 我们先去这种枯死的枝条 一个去掉 两个去掉 去掉的时候呢 尽量的清 不要伤掉 伤到过多的根系 因为它的很多根系 活着的根系 跟它的这个根系 是有缠绕的 所以我们尽量的轻轻的取 减少根系的损伤 还有一个贴身的这一株 轻轻的拿掉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完整的 植株和土球 这里面是有活着的根系的 我们不要把这个原来的土球打散 一定要保留它 非常的关键 这对它活不了啊 活不活得了 非常的重要 千万不要打散 下一步我们就来处理上方的枝条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枝条上啊 是有一些绿枝芽的 但其实它已经很脆弱了 如果我们不救它 这一颗是活不了的 它长一段时间 所有的绿枝都要枯掉 那我们怎么救呢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之 什么叫保之呢 就是说它有很多这个绿枝啊 看着都是活的 但其实里面是有很多假死的枝条的 看着活其实没有真的活啊 叫假活不叫假死 假活的枝条 所以我们在修剪的时候 我们直剪什么 直剪已经确定死亡的枯叶 只要它上方有绿叶 我们就要保留着 因为呢 你不知道哪个是假活的 所以我们要都保留 能活一个是一个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做大面积的修剪 它可能整个苗直接扛不住 就直接就挂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能有活着的绿枝 我们通通的都给它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 以及呢 有萌芽可能的绿枝都要保留 只把上方的枯枝清理掉 除了枯枝以外 都要保留下来 这些啊 可能未来都会发芽的 给它保留 这个时候呢 你先不要去想着这个造型啊 好不好看啊 这些问题 现在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考虑就是 怎么能让它活下来 把枯枝清理掉 保留所有的绿枝 等它换了新盆 在新盆当中浮盆 抽芽 封满了之后 才能再考虑怎么修剪 让它更漂亮的问题 现在的话呢 什么都不能去考虑啊 下方还有一个青草 这个青草处理掉 这个青草并不是山树 好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基本上处理完成了 枯枝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保留了所有的青芽 嫩芽 这些嫩芽 有假活的 没事 只要活一个 整个苗呢 就全部有救 下方呢 我们就准备给它 上新土上盆了 上土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个技巧 就是啊 它原来用的什么土壤 我们给它换盆的时候呢 一定要使用同样的土壤 此外在换盆的过程当中呢 它原来的这些旧土啊 咱们一定要给它留下来 留下来 跟新土啊 合在一起给它上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旧土啊 它原来的根系是已经适应了的 非常有利于它发新根 不要把它都丢了 你直接用新土的话 它更难浮盆 下面呢 我们就用新土来上盆 好的 下面呢 一模就准备了一个小花盆 准备来给它上盆 土壤的话呢 一模用的是跟它一模一样的营养土 你可以看到 而且是加了它原来的旧土的疏松 又透气 这种土壤的话 就非常有利于它发新根了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想着 哎 旧它是不是我给它施点肥料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把它救回来 我告诉大家 恰恰相反 在旧苗的时期 我们千万不要给它施肥 不要施肥 因为它的根系现在很弱 都还没有适应新的环境 吸水 吸肥的能力 几乎没有啊 很少 特别是吸肥的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坚决是不能给它施肥的 只有等它浮盆以后才能施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 加好土之后 把土球轻轻的放进去 尽量的不要压到它的根系 不要伤到它的根系 放在中间之后 直接再添新土 添新土 好 我们把镜头往上推一点 冲上去 添新土 好 这个时候呢 把苗扶正 然后呢 一个手拿着苗 一个手拿着花盆 往下面啊 抖动一下 为什么抖动呢 抖动的目的是让土壤下沉 下沉之后 让根系和土壤 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 然后呢 外面再给它补上一点土壤 就可以了 好 好 接着呢 左右再轻拍一下 转一转 这样做的目的呢 也是让根系跟新土紧密的结合 再抖一抖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彻底的上盆完成了 这个苗就上盆完成 完成之后 我们第一步工作是什么 立马给它浇透水 立马非常重要 记住这两个字了 立马就要浇 一刻都不能等 而且这个水呢 要多浇一直浇到它的盆底啊 有水流持续的流出 也就说要把土壤浇透 这个对它发根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养化过程当中 这叫定根水啊 是由决定了它能不能快速生根的重要的一个指标 如果定根水浇得好 它一生根整个苗 就把它救活了 那我边浇水边说 后期的养护注意 首先 我们的养护环境 刚一上盆 就它千万不能曝晒 我们把它养在一个通风的散射光的环境就可以了 在散射光的环境里 你可以定养一个月都可以 一直养到它 慢慢的有嫩牙抽出 再逐步的增加光照 后期呢 浇水保持干透焦透的习惯 养护时间在两个月以上 再考虑给它施肥的问题 而且施肥也要薄肥勤施 这几点非常的重要 那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完全的拯救过来了 好了 那这一期啊 关于这个山树的拯救 因为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转发加评论加收藏 我们下期课程 再见了